拜登決定棄選 很多人都鬆一口氣 對於那些認為特朗普一定會贏的人來說 拜登這個決定意義不大 因為他們相信民主黨反正都贏不了 但我相信 對關心美國民主政治命運的人來說 拜登如果繼續堅持不推 不但會嚴重傷害民主黨的機會 對整個美國的民主政治如何面對 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歷史性挑戰 可能帶來難以彌補的傷害 了解歷史的人不難看到 美國民主政治的運作實踐 正在經歷自美國內戰以來最重大的危機 這個危機雖然不會像當年南北戰爭一樣 危及美國國體 但是對整個人類文明來說 如果美國的民主政治遭遇重大挫折 也就是如果美國的民主不單止讓美國人民失望 也都讓世界人民失望 特別是讓正處在歷史轉折關頭的中國人失望 將會對整個人類未來的秩序帶來極為深遠的不利影響 美國內戰的結果奠定了美國稱霸世界的價值和實力基礎 但是當時世界的思想活力和政治秩序競爭的中心舞台仍然在歐洲 今日世界的格局顯然不同 美國早已是世界思想和政治秩序競爭的中心舞台 因此美國的政治民主在當代的實踐 將不單止認索美國的未來秩序 也都將會認索未來的世界秩序 現在越來越清楚的 就是民主政治秩序遭遇的一個普遍性挑戰 就是如何在不同文化身份的尊嚴 和普遍的人類尊嚴的張力中 不斷改善民主政治的設計和運作 人們曾經以為一旦物質跪伐被消除 民主就不難實現 但是美國的高度繁榮乃至中國經濟的崛起 都說明並非如此簡單 民主政治永遠需要很高的智慧和歷史機緣 李光耀創造的新加坡就是經典之一 但是正如李光耀自己非常清醒地認識到 新加坡的政治秩序有其極為趨弱的一面 根本的原因就是它太小 如果法治和民主的價值在全球遭遇重大挫折 這個城邦國家能不能夠保持活力 甚至能否生存下去都會成為問題 換言之 美國這個超大規模的政治實體 是全世界很多中小國家能否堅持 法治和民主的決定性因素 而正如我們看到的 美國的民主政治的活力取決於它能否過兩個大關 一個大關就是世代交替 也就是新一代美國人 特別是來自非歐洲國家的移民後代和新移民 會不會因為不同的文化身份背景 而斷了美國民主的根基 畢竟 21世紀的美國和托克維爾 以描述的美國已經大不相同 黑奴問題已經不再是民主的威脅 但是亞裔呢? 尤其是那些相信亞洲有其和美國相抗衡的價值的亞裔美國人 其影響力因人財 財富乃至人口規模激增而激增 他們會不會成為美國民主政治的威脅呢? 這個問題與美國民主要過的另一個大關密切關聯 那就是美國繞不開的中國挑戰 中國到底對美國的民主構成什麼的威脅呢? 是一個並沒有說清楚又極為重要的問題 雖然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識到 挑戰美國的老大地位極不明智 但這樣並不等於中國放棄和美國爭霸 就不會影響到美國的民主秩序 原因之一就是中國太大了 另一個就是中國靠內生的力量 似乎找不到建設法治的門徑 也就是說如果美國不能夠幫中國走向法治 美國的民主秩序必然要被中國這個龐然大物衝擊 無論是以財富急速湧現的形式 還是以秩序全面崩潰的形式 這樣美國民主能不能夠過大關呢? 這個既是對信念的挑戰 更是對行動能力的挑戰 以上是梁京的評論 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我是湖水南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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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